好来 接下来到我们亚洲的问题 亚洲出现第一个日本先给美国报平安 说要先排放了核废水 来扰乱亚洲的一个瓶颈 老师最大的概率还是去认为什么 日本最终不会把这个废水排出来 美国最虚妄的就是日本现在就排放废水多好 对不对 这样还可以引起了小规模的中日 中日的争端 这些问题 可能小规模战争都有可能 这是都对美国最好的局面 所以美国现在需要的就是一场战争 而且这个战争必须在亚洲 为什么 因为离他最远 最能影响最少 而且最好是代理人之战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大国之间的对战 就是毁灭事件的开始 所以目前来看 美国要收缩军队的力量 一方面要防御部署印太地区 第二方面就是要防御北韩跟俄罗斯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要担心的已经不会是中国跟印度 会不会插枪走火 并且变成一个中印战争 所以老师去年在中国问题跟印度问题 在发展的时候 老师有预测过 中印之间最多只是极小规模的斗殴 但是你要说到进行的第二次中印战争 这几乎是微乎其微 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印两国他都有核子武器 第二个就是因为印度不动用核子武器 基本上是绝对打不赢中国的解放军 就如同中国打不进美国的本土一样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印度最多是断掉中国在印度的部分的市场 但却不会彻底的交恶 因为失去了中国商品的物资买卖 印度就会落入了急速通货膨胀 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绝对不利的事情 那么除了印度之外 南海地区的越南 菲律宾印尼 这个部分就很难会跟中国直接的叫板对战 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战火会点燃的就是日本跟台湾 为什么是日本呢 其实现在有一个砍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钓鱼台的领土争议 是现在台面上的争端 钓鱼台其实按照我们的历史纠葛来看 基本上钓鱼台自古就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土 那么以现在的国籍归属 他本来就是应该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土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无论你发生出所有日本中国所有历史文件 所谓的合约条款 我们都可以确定 钓鱼台本来就是属于中华民族的领土 也就是大清朝之后中华民国的领土 这个是合乎整个法规的 当然中华民国现在国际不承认 当然也没办法 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不是日本的领土 那么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是我们伟大的政府 他可能有自己的阳谋打算 所以要把我们的国土让给了日本人 当然这个事情真的是难以接受 这个是没办法 可是政府就是软弱也有什么办法呢 然后我们国家的渔民 包括我们宜兰的渔民 他去我们领海内的海域去里面去捕鱼 在钓鱼台附近 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直接抓走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欺负他的海域 明明这个海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我们的渔民还是要被抓走 而且还要交付赎金 然后我们外交部说这是一场误会 对不对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没有一个这样的道理的事情 等于是说日本的 日本对于我们的中华民国 他的手段跟什么一样呢 跟索马里海盗一样 看到就抓起来 你要付了赎金才放你走 这个过去的新闻事件 各位都可以查到 这老师不是老师在吹 也不是仇视日本人 这个没有这回事 我们看现实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中华民国的政府 把日本当成老子 美国 然后美国是日本的老子 所以说现在面对日本老子跟美国爷爷 中华民国都没有勇气 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 他并不代表万恶的共产党就会同意 把钓鱼台交给了日本 所以现在日本在这个领域上面 他是有点骑虎南下 一方面是无法放弃钓鱼台 因为后面美国在压着你的肘 你必须跟中国去争这个地方 我挺你 好吧 我挺你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个钓鱼台给拿下 对不对 钓鱼台明明就离我们比较近 然后一定要把它拿下 另外一方面是不能放弃钓鱼台 因为现在就只差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承认 钓鱼台是日本的 那么日本的领海跟经济海域就可以大幅的扩张 在这样有点半推半就 有点骑虎南下的过程之中 这里面的争端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走的事情 最好方法就是大家保持模糊 但是美国不同意 所以说一定要去把这个争端放上台面上 而在另外一个层面 美国现在的半导体产业远远不及台湾以及韩国 这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可能在亚洲会有战火的状况之下 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哪怕像刚才我们的朋友讲的 7-1的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占领武统 美国的半导体也怎么办 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些原料 你就算把台积电部费已经放到了美国去 但是你后面的封装跟测试 你还是得运回台湾来 美国没有这个实力做封装跟测试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卡来这边 你只有台积电不够 但是后面东西你要全部移过去 短时间也办不到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事情 需要是一个代理人 也就是日本来出头 来捞乱亚洲的一个平稳 就像老师之前所预测的 美国在3-5年之内 你才有机会追上台积电现在的概率 很多人觉得说需要6年以上 但是老师觉得是说 有点太低估了美国了 然后就像过去在去年老师说 今年美国就会大概率的恢复 大家觉得不可能 就连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觉得不可能 你至少到2023年 美国才能够恢复元气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交出了非常好的经济成绩单 你说到年底是不是跟老师预测的一样 到圣诞节前后 美国大致上都恢复了 这个事情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美国还有他的一个实力在 他们的国力跟他们的制度 是还有一定的维持的手段 所以说美国大三 是不是这两到五 两到四年之间是不是就有可能接近台积电 我们不要说超过 我们接近到台积电 升到5奈米的状况之下 几率高不高 老师认为是很高的 说这两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 对于美国来说 所以说美国现在不能失去台湾这个棋子 所以必须要对亚洲地区来进行最大程度的关注 而同样的非常巧合的 日本也定出了这两年 才后才要放出这些核废水 说这个时间点 各位有没有觉得是一个非常巧合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期间 这个整个国际局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的 他的风云变化的速度 真是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而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 台湾问题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 真的是不需要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打过来 台湾一定会被牺牲 台湾不牺牲是对美国不行的 台湾是一定要牺牲的 为什么 因为早晚都是要牺牲的 但是你什么时候牺牲对美国最有利而已 现在的结果只有这一个 一定得牺牲的棋子 他必须发挥最大的利益之后 然后才能被牺牲 要榨干他最后一次的残存价值 那才有他的利益 就像阿富汗战争一样 真的需要打这么多人吗 没有 因为他有石油 既然美国有石油 他可以撤军 因为委内瑞拉一样 委内瑞拉为什么以前靠美国赚很多钱 因为他有石油 到后面美国自己有石油 你看委内瑞拉现在变什么样子 最后的残存能力要榨干之后 美国绝对会牺牲台湾 而问题就是牺牲台湾对他们得到什么好处 牺牲台湾是给美国有正当性 什么正当性 他才能够把中国视为上一个苏联 也就是上一个苏联 他们对美苏之间的战争 你必须一定要有台湾的问题 而且武统必须进行了 那么你才能够把中国变成下一个苏联 来去跟他做对抗 无论是新冷战或者是热战 必须要牺牲台湾 这个才能够完成的事情 所以是说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不能说 美国这样做法是错的 这个是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 就像我们中华老祖宗讲过一句话 外出无敌国外患者国很亡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稳定 都必须要给国民找到一个对外的敌人 新冠疫情的时候 特朗普必须把转换国 国内的愤怒转向到中国身上 说他是一个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 或是功夫病毒 或是各种形容中国的病毒 他必须要转化过来 他才能够瓦解百姓对政府的仇恨 川普成功都没有 特朗普他成功了 他就像他所有美国都相信 这个叫做中国病毒 中国传过来的 说中国人可以被打抢杂 这是应该的 因为你把病毒带来我们美国 这是个不需要智商的事情 不是吗 也不要像美国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的抗日神剧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中国到现代都还要拍抗日神剧 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也需要一个敌人 对不对 他总不能说是美国鬼子 他在说日本鬼子 对不对 你才能够扯上这个历史的渊源 那么也不要说是中国 对不对 我们也不要说是中国 连印度难道不是吗 印度难道没有这么做吗 印度也在拍什么 抗中神剧 对不对 印度神剧 那个手撕战车 你知道中国是手撕什么鬼子 印度是手撕中国人 手撕战车 对不对 这也是正常的 也不要说印度 难道韩国就没有吗 韩国仇撕日本 难道不是政府善作出来的吗 一直不断才提历史的往事 不是吗 否则我们全世界 应该很多欧洲国家应该都从事德国 但是问题是德国现在是欧盟的领袖 对不对 所以说国家需要一个敌人 敌人在哪里 但不需要正义跟是非 他需要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事情 所以是说美国现在需要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必须能够坚持到一年或两年的时间 让他的温度升高到一个极端之后 一次的当他自己准备好替代方案之后 那么被台湾被牺牲 那绝对是美国大专业必须要达成的事情 所以说美国一方面派前国务卿来台湾 另一方面又派了卫生部长去跟中国去谈 气候变迁 当然中国是冷处理 然后只要让他变成一个部长结立会面 并没有去提升到很高的一个层面 但对台湾而言好像吃了一个大力无敌丸 由美国人来台湾 好像台湾就变得雄壮威武一样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 安抚两边 你们暂时不要出事 对不对 因为一出事对他们很不利 台湾如果真的是七一之间被端走了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那真的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事情 因为第一 美国的疫情都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二 军事的部署需要时间 你真的等你部署完了 那大概也都稳定了 台海之间整个国防全部都稳定起来 你解放军、军阶全部什么东西都给你部署做好了 你想进来你也没门了 日本那时候还真的被武统了 你觉得日本还怕放核废水吗 日本也不敢放了 但天屁都不敢放 你怎么会敢放核废水呢 对不对 因为你整个海防势力都已经被中国包围起来了 你要谈核 是说跟中国去谈 是说我核废水放是因为国际都认可 你国际认可没有用 中国不认可 北韩不认可 那你日本认可 美国认可 联合国认可有什么用 对不对 就像缅甸的事情一样 缅甸的事情全世界都不认可 但是谁敢介入呢 没有人去介入 为什么 第一个没利益 第一个你介入了什么事情也并不正言 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美国需要战争 战争可以带动美国的经济 对美国的内需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 包含了你军火业 你也需要人去做 不是只有军火山赚钱 百姓的就业也是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在业势后 后面发展下去 还有另外一个警讯是什么 包含了我们最近在台湾 我们各位要注意到一个新闻 是什么 美商的花旗银行 为什么要退出了台湾 这个各位有没有想过 银行业要首先退出台湾 因为像这个花旗银行 它在台湾发的信用卡 跟他们贷款 跟他们吸金的业务 是很强的 相信大家只要有稍微去浏览过花旗的页面 或是填过一点资料 你在未来的10年 你都会被他电话骚扰 为什么 因为他叫你贷款 叫你办信用卡 很多很多的问题 甚至像他的信用卡的好处就是 去看电影 然后电影票还六折 所以说很多人学生出社会 第一张卡可能就是 不是中性的 就是花旗的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讲有好处 因为看电影 消费 他们就可以打折的优惠 那么花旗的市载率已经很高了 它市载率真的是非常高了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全部撤出台湾的金融市场 这不是很吊诡 你既然有生意 你有业绩 你不是像其他的 比如说比较小间银行 我们举例来说 比如说澳盛 那些的一些其他比较小的 讲的一些外资银行 他们偷载市场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他们受到的一个经营的压力是有 但是你对于花旗这种在台湾深耕了数十年的一个银行 他为什么要趁在现在撤出了台湾市场 而且你撤出来 你也必须找到接管的时间 你再怎么再快 你也需要半年一年 甚至到一年多的时间 你才能够把所有的劳工 所有的客户 还有金管会的一些规定 还有资金 所有流向 这些文件的往来 PayPalwork 都要把他交代完成 所以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对回去 两年之后日本要排放核废水 对回去 美国的半导体需要两到三年的追赶时间 再对到现在 连美商都要撤出台湾 请问台湾的和平 真的能够如我们所料 继续维持20年的内战状态吗 继续维持了三五任总统 我们一样就是安和热利 继续两岸对叫嚣的画面吗 真的能够达到了吗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总统迹象表示 你要有办法产生下一任总统 那是我们的造化 就算没有 也是很正常的 各位你觉得呢 好 来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